空中美语GEPT音简测验系统 本系统由AMC空中美语文教机构精心编写GEPT音简试题 包含初、中、中高三个层级 提供仿真模拟实际的测验 好题具备良好性效度 使用线上模拟测验的方式搭配简单明了的操作功能 提供读者轻松有效的练习模式 使用粉资料库可以让各位读者在真正应试前充分的准备 提升测验成效 粉资料库格式为网页互动系统 使用方式为 1.注册账号 2.登录 3.开启测验选单 4.进行测验 接着为各位逐一示范使用的方式 粉资料库建议使用微软的IE浏览器 才能正常使用各项功能 初次使用 您必须先注册一组账号 方便作为个人测验及学习记录 未来您可以使用这组账号登录 看到自己以前的学习测验状况 请由上方选单的注册账号 点选滑鼠左键 进入注册页面 接着 请填妥注册页面的资料后 点选确定送出 然后就可以从上方选单的登录系统 点选滑鼠左键 前往系统登录页面 登录使用 登录系统后 可以看到主选单有读者专区 账号管理 及使用说明三个功能 开始进行测验 请点选读者专区 练习区中的全名音简练习 笔下便是单元及试卷清单 点选练习按钮 即可开始练习 在左侧的下拉选单中 还可以选择音简级别 点选练习后 请选择下方的测验类型 听力测验 阅读测验 或离开 首先在听力测验中 题目均位于画面左上角 答题选项 可位于左下角 测验选择按钮 可以让你选择测验题型 包含看图变译 问答 简短对话 及转文听解 如果听不清楚 上方选单可以选择再听一次 并有码表提示测验剩余时间 选好答案后 可选择下一题或交卷 完成本次的测验 交卷后 您马上可以看到 刚刚测验的成绩 包括答对题数 测验分数 及所花时间 点选查看解析按钮 将显示测验解答 及个人答案 阅读测验答题的模式 与听力测验雷同 包含测验题目 答题选项 剩余时间 以及下一题 交卷 离开等选项 交卷后 同样可以用查看解析 显示测验解答 及个人答案 观看所有测验记录 请点选读者专区 我的记录中的测验记录 可看到 例次测验记录清单 除测验外 本资料库也附有 音简课程 进入音简课程 将划除指标 移到读者专区 练习区中的 全名音简练习后 左键点选 音简课程的 分页标签 就能进入 音简课程的内容清单 您同样可以选择 级别 最后点选连结 进入该课程 音简课程介面中 包含线上朗读 线上讲解 课程内容 单字 以及翻译 您可以选择是否显示 中文翻译内容 接着我们进行 实际上机操作 在登录后 您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页面 读者专区中 共有音简练习 音简课程 及全名音简点介 首先在读者练习中 我们可以选择 自己想要的级别 在级别里面 共有不同的试卷回合 我们可以选择 自己想要的部分 点选练习的按钮 进入后 我们就可以选择 要进行TV测验 阅读测验 或离开 如果觉得听不清楚 我们可以点选 右上角的再拼一次 看看图片 哪个题目是女士学习的? A. 数学习 B. 数学习 C. 历史 刚刚的答对题数 所得分数 及所花时间 点选查看解析 还可以看到进一步的详细内容 在阅读测验中 答题的方式与听力测验没同 阅读完题目之后 选择我们所希望的选项 并选择下一题或者交卷 同时我们可以在测验选择中 选择我们所希望的题型 交卷后同样会显示 我们答对的题数 以及所得到的分数 在音简课程中 首先我们一样可以选择 自己所希望的级别 接着点选自己所希望聆听的课程 在学习课程的页面里面 我们可以选择线上朗读 The Sudoku Storm 或者是真人的线上讲解 Hey there Holly What in the world are you doing? Why are you writing a lot of numbers in these little 底下便是C篇文章的全文 并有文章中出现的重要单字和片语 另外我们可以在译文的选项当中选择 是否要显示中文的翻译 在全民音简简介中 会为我们介绍解测对象 这个能力的分析 以及提琴 观看个人测验记录请由读者专区 我的记录中的测验记录 点选后就能看到个人历次的测验记录清单 并由右侧的开启按钮 点选后进入该次测验的成绩 以上是本资料库的介绍 谢谢聆听 敬请指教 并欢迎加入本馆依举述的云端资源推广团 本资专页 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 关心您